上午8點20分百貨公司還沒營業 清潔人員進入洗手間打掃 沒過多久間是拍下郭姓保全 兩度進入廁所 之後清潔人員再入內檢查 就發現疑似爆裂物 嚇得衝出洗手間 先把一捆直筒 用黃土跟電晶體包覆 未裝成爆裂物 還好只是一場虛驚 但假炸彈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 它本身具有電子相關科系的背景 我們檢視它的電腦資料 他也曾上網去搜尋有關炸彈製作的方式 高雄的大陸閣草拉道購物商圈 今年4月開幕前 電下室洗手間就被人放過疑似爆裂物 過兩天又留下指條恐嚇 請準備一千萬 當時報案的是一名郭姓保全 10月份在一樓南側洗手間 又出現類似的假炸彈 還是郭姓保全通報 兩次報案的都是他 讓警方起了疑心 保全公司對於所有保全的一個聘用 都有遵循就是法律的規定 就是所謂的保全法 都會做一些背景的一個清查 那只是因為梁明正 他有五年的一個孝須 他家裡面就是全部都這個 那算我去自學這個了 其方在國姓保全家中 搜出製作假炸彈的攻陷跟煙火指管 根據了解他今年4月到職 陸戰隊退役熟悉電子設備 又切到前科 而另一名黃姓同夥 10月才剛到職 負責投訴媒體自導自演 百貨商場開幕還不到一年 今天兩次被放假炸彈炸千萬 竟然是自己人再高貴 解采融九號配如高學報導 這次被放假炸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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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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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